Ocurio这个城市它的这个房价 如果是一房公寓的话 价格是在40到50万 如果是两房的话呢 价格是在55万到70万之间 那么它的租金回报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是一房的话 它的租金可以达到1900甚至是2000块钱 这是一房的价格 那如果是两房的话呢 它可以租到2400到2600之间 Hello大家好 我是杨阳 这周呢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伦多的地产的情况 那上周呢 Jason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 多伦多7月份的这个市场状况 我就不多赘述了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字 涨 那其实在今年3月份 疫情爆发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对这个市场的情况 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预期 那大家可能都是不确定的状态 由数据来看呢 现在的涨幅呢 已经超过了2月份的数据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状态 那现在呢 很多人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手里有很多的闲钱 想要去做投资 但是呢 因为他们不想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去变成白纸嘛 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的 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 那钱呢 放在什么地方 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回报呢 很多人都会说 如果在他们去选择投资的资产的话 他们会首先考虑多伦多 为什么呢 因为多伦多 它是一个人流比较多 就业机会也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但是呢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现在很多市场上面 出来的这些楼盘呀 都是价格会比较高 而且呢 前期投入的话 会比较多的资金 那同样的话 它周期会比较长 所以相应的 它的风险会比较高 那又加上现在 这个疫情的状况下 租房市场 它比较不稳定 所以又加剧了这个风险 投资呢 是肯定一定要做的 因为钱是肯定不能放在银行里面的 怎么去做这个投资 投到什么地方呢 因为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综合我的这个分析呢 那我自己选择了 Ockville这个城市 很多人对Ockville呢 并不陌生 因为大家都知道 Ockville是一个环境非常好 然后学校排名呢 教育水平又非常高的一个城市 所以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它的很多 比如说靠近湖边的独立屋 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 差不多有200 甚至就几百万的这么一个价位 但是呢 这个不是我主要喜欢它的原因 那么因为这次疫情的爆发呢 让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 可能人们就更倾向于选择 通勤比较好 那远离城市 人流不会那么拥挤的地方 来作为他们的主要居所 所以说疫情呢 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那么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改变 而且很多小镇呢 它人比较少 民风淳朴 环境好 治安好 所以呢 可能会成为当下 作为主要居所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Ockville这个城市呢 除了治安好 环境好以外 那么它的教育水平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又成为一个它的一个加分项 据统计呢 在Ockville所有的高中排名 都位居安省的前5% 那么有一半的高中呢 它位居安省排名的前7% Ockville呢 有5所私校 17所公校 它的教育水平呢 就位居安省前列 那么综合考量呢 和Ockville这个城市呢 它是具备几大投资要素的 首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它的教育水平是非常好的 那么其次呢 它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 通勤会比较好 那它如果是做GoTrain的话 到Downtown只需要30分钟 所以说很多住在Downtown的人士呢 多伦多可能不一定会是 他们的这个唯一选择了 那么他们也同样可以选择 Ockville作为他们的一个居所 治安呢 就不用说了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说了它的一些地理方面的 一些优势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Ockville的价格跟租金情况 Ockville它其实是一个适合居住 但是又同样适合投资的 我个人认为啊 适合适合投资的一个地方 它的这个房价 如果是一房公寓的话 价格是在40到50万 如果是两房的话呢 价格是在55万到70万之间 那么它的租金回报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是一房的话 它的租金可以达到1900 甚至是2000块钱 这是一房的价格 那如果是两房的话呢 它可以租到2400到2600之间 所以其实它的租金并不比较堂低 而且呢 在现在疫情的情况下 它的租金反而相比较 Downtown而言 多伦多而言 它会更加稳定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投资选择 而且呢 又加上现在很多国内的家长们 他们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 那么可能会选择这里 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居所 所以这就为将来出租的稳定 那奠定了一个基础 说了他们的价格之后呢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新的楼盘 在这块呢 现在有三个楼盘 在售以及即将开盘 有一个楼盘呢 现在已经差不多卖了80%了 就卖得很快 大概一个月左右 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快售盘了 那同样现在还有两个 即将开盘的两个楼盘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不在这里分享具体的信息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我们私底下交流 我可以私底下给大家分享一些资料 最后呢 我们现在是在8月份 8月份的话 根据以往的这个市场状况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月份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考虑买房的话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市时间 那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可以私底下我们一起交流